你是疯女人 你赔 姐姐姐这 这这碎了 你干什么 我的光打得不好吗 我焦点没有推到你脸上吗 我心里苦苦的 就这一台生下机 你听什么不行 你听我行不行 你听他干什么 你听我行不行 你看那镜头 碎了 导演 咱们用手机拍吧 最后能保证质量就可以了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还是说导演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现在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如果没有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试看 就最后一个镜头 死马当活马一把 来吧 导演 这个镜头我做什么呀 武剑 好 那个武松指导来一下 这个镜头是这样 你看 假如说我用一个第一机位的镜头的话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剑花 很帅的用剑花 然后最后 出个镜头刺剑 明白吗 一定要在台词的情绪里 来 来 开始 这个房子自从你走之后 再也没有人住过 长龙 到我心里多想你回来 但现在无论你回不回来 都不重要了 因为 无论你回不回来我都不知道 看 完美 文姐 这演得太好了 这才是你的真实水瓶吧 是吗 你就照常发挥就好了嘛 雷导演 素材没问题 好 特别好 过了 好 好 说说赵天宇吧 这个美颜王 美颜王太厉害了 没有 它包含了我所有的笑点 真的 对啊 我觉得演技很棒 他抓每一个点他都没有错 他都都是做出来了 说一下苍龙 我觉得他很懂得知道自己的厉害之处在哪 对对对 他运用得非常好 也不是了也不是了 也不是了 然后看看秋红 好累 我觉得他演这场戏对吧 我觉得刚刚就可能太 只有一个通 对 调子太太一样了 从老大尾你都这样 而且一上来就很高了 对对对 如果再往上更高的情绪 你怎么办 对对对 那个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说说朱元彬吧 你们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看样子应该是很 很蛊惑的那种 我不认为 我觉得他是那种 画布时很多的人也是 我认为 你觉得吗 我不知道 我一直说了古话 你又说不同意 我人跟我的反差很大 对 就是一个沉默的古话仔 很沉默的古话仔 安静的古话仔 他真实的性格是一个小男人 没有 他是一个活泼好玩的男生 但是这次就想让他演的八面玲珑 但是他生活中是没有这一面的 看不到八面玲珑的那个感觉 对 不够 对对 就是应该是 对他的有是另外一种红法 对导演也是另外一种的那种 而不是同一样的那种 好 我们来说说王玉文 我觉得他应该是温柔 你不同意吧 对吧 我觉得我会形容得比较抽象一点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演员的性格 你放什么进去他就会变成什么 他跟你老婆性格是一样的 你会尽量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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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尽量他因为他可能性比较多 我我 好 为什么长长风路呢 ok ok 好 好了 刚刚经过我跟几位老师的各种探讨以后 觉得姚同跟张楠旗鼓相当 选不出来 所以一会张志玲老师会亲自跟你们俩个演一个戏 打演完以后再决定 那么在这个的时候呢 张楠先来姚同后来 姚同请你离开现场 不允许看一模一样的表演 医生的袍子可以用上了 弄好一点弄好一点衣服 医生也要弄好一点 他是有家庭的明白吗 有家庭的明白吗 医生也要好看 来 开始 身患癌症的少女在即将康复时却放弃治疗 主治医生约她前来询问状况 其实你的病呢就已经差不多好了 可是最近两次的治疗你都没有来 如果你不继续的话可能 其实 你 你是有什么困难之处吗 你是用我帮忙吗 我给你唱首歌吧 女后 你今天是最后一位 我来给你唱首歌吧 那让我出去看 你唱首歌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我不说的话 我有遗憾呢 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老婆了 张小姐 可能 过一个星期我会去旅行 那往后的手术 我可能请别的医生帮你完成 好 妨碍了你的时间 我祝你一切安好 再见 你能陪我吗 我真的没有勇气做 我的心灵象一定会支持你的 你勇敢一点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张楠一直是一个情绪感染力非常强的演员 所以今天她让我们看到她最优势的地方 所以就是一定 我就被她深深地感动到 然后姚彤她就是用了一个很硬的开头 我就是喜欢你 那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我觉得我 我爱上你了 什么 我们都惊了 这接下来怎么演 但她还是努力地去圆 最后就变成一个喜剧 她就愣愣地 我 我觉得你 太温柔了 你太帅了 我 看见你的时候 我觉得 就很温暖 她上来就把结果演了 那演了结果以后 就会显得很苍白无力了 后面就只能靠张智霖不断在圆圆圆 就略尴尬 你先坐下来 听我说一下 请坐 请坐 那你站我就陪你站吧 我是你的组成医生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就把那两次治疗都治好 不瞒你说 我有一个双生的弟弟 但我是一模一样 我喜欢 其实也可以认识一下 你还没有认识 那不如这样子 我们就马上做 那个第一 最后一次的治疗 最后两次 最后两次 对 我可能受了药物的影响 跟我来吧 刘彤一上来 说我喜欢你 就已经注定了她会输的 因为生活中 这么直接了当的人 肯定会有 但是如果放在艺术作品当中 它是有点不恰 不恰当的我觉得 就没有任何悬念 我觉得在两个人的临场发挥呢 我比较偏向张南同学 张南他会懂唱张志玲的歌 我觉得他已经 哎厉害啊 可以拿一分呢 女和找个风头 找个风头 张南他也很懂得 把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变成了一些很好的对白 那我也投张南一票 那我们子涓就已经诞生了 是张南 好了 张南 来 其实最后拿到这个角色 还蛮走运的 就是一直把我憋到最后一期 中间每一期挑战 我都参加了 就是大部分 我就是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吴老师 对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